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第四个叫念戒 佛陀要在涅槃之时 他的弟子都跪在边上 很伤心很难过 佛陀你涅槃了 那我们怎么办 佛陀就跟他们说 以戒为本 以戒为本 所以守戒就是一个人的品德 一个能够守戒的人是一个好人 一个能够守戒的人他具有高贵的品质 就证明了他守戒的人他不会去做不好的事情 不会妄女啊 不会去贪嗔痴慢疑 所以守戒行为要把它规范在自己的八十天中 时时时刻刻守戒 不要忘记那些戒律 所以戒乃无上菩提之本的 大家想一想戒就是无上菩提之本的 所以时时的意念 佛为我们定的一些戒律 你看菩萨叫我们不要贪嗔痴啊 不要杀到银网酒啊 这些都是佛给我们定的戒律啊 我们大家都要遵守啊 要对照自身的这个行为 你的行为今天贪了吗 你的行为今天恨了吗 你的行为今天做出来傻事了没有啊 说了不该说的话去挑拨离间有什么意思啊 就像我们现在想到 我们年轻的时候做过这么多的傻事 时时刻刻要检查自己的行为举止 最重要的是起心动念 大家知道心是最难控制 所以人家说心愿意嘛 心是攀缘形的 所以整个就是不停地在动 所以人家说激动的心啊 所以你看很多人做广告 心动不如行动啊 你心一动了 你就想行动了 所以你管住你的心不去动 你手上脚上嘴巴 一切行动都没有 所以师父叫你们起心动念 要符合戒律的规范标准 守戒 没意思的事情不要去做 在异性 在异性面前 哎呦觉得自己很能干表现一下 有意思吗 贪的东西明明得不到的 还要假装去贪一下 有意思吗 你恨了别人 你气得不得了 别人不知道 有意思吗 你恨别人恨到后来 你叫背后去 讲到不好 最后被对方知道了 对你进行无情的打击 你最后受到了伤害 是不是回到你身边来了 有意思吗 所以这个念戒是非常重要 诗之刻跟守戒 分分秒秒 在戒律中 你就能成功 第五 念诗 念诗是指意念 不诗之行 大有功德 经常要想到 哎呀我要不诗啊 我要做点东西 给人家吃吃啊 我要对大家好啊 因为你不诗 不单单是一种舍 你还得到 得到什么 当你不诗出去的时候 你会得到 你舍去了 这个千计所付 什么意思啊 你嫉妒别人呢 很吝啬呀 因为不诗的人 他不会吝啬 因为吝啬的人 他不会不诗 只有常不诗的人 才会不吝啬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 我们平时做人 脑子里要常想着去 接济别人 去帮助别人 去设受众生 念念再不诗 脑子里想着就是 我要帮助他 我能够爱护他 我要多给他一点东西啊 我要多给他一点 佛法呀 我自己吃不光的 给他吃一点 我自己用不完的东西 都送给他 所以在生活当中 就养成了一个 随时随地 帮助他人 的好习惯 无论是财富 还是我们学到的 佛法 心中要经常想 只要别人需要 我一定要去帮助他 我这就是不诗 这就是第五 叫念诗 不诗都要经常脑子里想的 经常脑子里想不诗 第六 念天 念天 念天是什么呢 就是脑子里经常要意念 要想 哎呀 我曾经啊 修过很多的戒律啊 我也做过很多的 这个布施啊 这都是我的善根啊 经常要想 哎呀 可能啊 我这个人啊 好几生 好几世之前呢 我在天上 或者在色界天 或者在无色界天 因为我的布施 让我享受到 在天界的快乐 所以我到今天为止 我做的事情要 能够得到天上的应允 就是能够天意满足的 我就做 如果人不顺天意的话 一些事情我就不能做 那么就是告诉我们 因为天上菩萨告诉我们 要守戒 我就守戒 菩萨在天上告诉我们 要布施 那我就布施 要帮助别人 要时刻关心别人 我就时刻关心帮助别人 那么你最后就回天了 你经常想到 我从天上来 那你就是一个高贵的人了 所以过去有一句话叫 破碗破摔 你说他 你这个人完了 你这个人没有救了 你这个人就是个垃圾 我就是垃圾了 你拿我怎么样 我垃圾我就做垃圾事情了 所以经常叫你们要想到 念天 哎呀 我在人道是脱离了三恶道的人了 因为人是属于善道的 善善道里面的 那么人道 再下一道就是畜生了 所以你看我今天还能生在人道 就是我们有点福报 可能是我过去生中的福报 所以我还有天报 所以我要好好的感恩 我的前世 我的前世还能够让我今天头人 我的前世还能让我闻到佛法 我的前世能够让我今天还感受到 这个美好的未来 因为我经常想念 我曾经在天上做的那些善事 所以人家说 你在天上有福 你到人间就会有德 你在天上有福 你在人间就会有报 你在天上有福 你就会在人间一帆风顺 那么经常念天 感受到自己的过去生中的那些善良 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善良 那么第七 就是念 安纳波纳 把它翻译过来 就叫念初露西 初露西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念头 你们不知道念头跟呼吸有关系 大家想想 是不是 你一呼一个念头 一吸就是一个念头 所以你去看 很多人在动脑筋的时候 他的呼吸就会急促 所以有很多医生 他看你在紧张的时候 你的呼吸会加快 你在打妄语的时候 你的呼吸会加快 你紧张了 你想对某一件事情 对他重视了 你的呼吸就特别的快 所以这个念安纳波纳 就是初露西 就是经常用呼吸的方法 来让自己的心保持禅定 不要让他紧张 不要让他快 这就是师父经常跟你们讲了 深呼吸 然后慢慢的 把它吐出来 这样的话 你的血压都会低 所以很多人的血压高的时候 人家叫你深呼吸 当你脑缺氧的时候 或者心缺氧的时候 心脏缺氧的时候 你要深呼吸 然后慢慢的吐出来 这个时候你就是禅定的状态 所以为什么打坐 实际上打坐 开始你定不下来的时候 你可以用树吸法 也就是说 可以关注自己 吸和呼 慢慢的你就安静下来 第八 念处寂静 念处寂静 什么叫念处寂静呢 就是念止吸 念寂静 念灭 那么师父告诉大家 寂静 止吸 就是停止自己的意念的 这个信息的传动 不要去想啊 止吸啊 念寂静 我脑子里想着 我要静静静静静 静下来 我脑子什么都没想 现在都是空的 安静了吧 你脑子里想安静 他就安静了 你如果脑子里想 我不行啊 我受冤枉了 我马上要争变 我否则这件事情不行了 好 心开始 这个澎湃了 开始跳动快了 然后你就寂静不下来 所以第一 不要去想念自吸 第二 念寂静 心中 哎呀 我要静下来 静下来 然后 然后达到 念灭 没有念头了 控制好自己的呼吸 然后脑子里想着寂静 然后你的意念 哪怕一念都是灭度 寂灭 没有 那么所有脑子里的各种杂念和想法 全部让他仔细 停掉 那么这就是佛法界的一个高深的境界 那么师父告诉你们 你们经常听到佛法界有一句话叫 进入三昧状态 今天跟你们讲的这句三昧 念止吸念寂静念灭 三昧状态 大家明白了吗 智慧呀 三昧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你定的状态呀 你安定了呀 一个刚刚想吵架的人 突然之间定下来了 你进入了三昧状态 安静的状态 因为定能生会呀 所以你很快就有智慧出来了 所以大家要明白 那么第九要念生 念生 那么佛法界经常讲 修生念处 什么意思 修生念处 你要保持 修生 你今天静坐了 你今天静坐了 打坐了 在你的身上 要能分辨出 你身体内的思维 是怎么来的 怎么会有这么多杂念的 怎么会有这么多 开心的事情的 那举个简单 那举个简单的 你坐在那里很开心 突然之间来了个异性了 你马上有点兴奋了 你自己都不知道 你就开始兴奋了 你要知道 菩萨就是告诉我们念生 就是你要知道 你为什么会突然之间兴奋起来 你要知道 哎呀 因为我看见个男的了 哎呀 我因为看见个女孩子很漂亮 然后这个时候 哎呀 我的心动了 哎呀 我现在坐不住了 哎呦 我知道这个毛病 赶快 念三妹 定 你首先要知道 你才能定啊 很多人 先嘎嘎先嘎嘎 他不知道 他自己做错哪里啊 他怎么能够定啊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的 你首先要分辨出 你自己内心深处的活动 我今天的兴奋 此生从何来 我今天的烦恼 此生从何来 你身体上 为什么会有这些反应呢 就是懂得你的地水火风啊 为什么 很简单 因为你分辨出了 哎呦 我不要发疯啊 那就是疯 控制好自己 冷静 安静 对不对啊 还有一种 自己身体到底缺什么了 要知道 今天我知道 今天身体缺水 那么你在 现实生活当中 我多喝点水 那么你在 打坐 在身体上 我缺水 我应该怎么样 靠近水的地方咯 水是平静的咯 我今天应该静坐咯 我火来了 火气大了 我坐下来 就不容易发火 我站着 就容易发火 首先你要知道 你要发火了 你才能克制啊 你如果你自己 发火都不知道 那你不知道 自己站得好 还是坐得好 你如果站的话 很容易发火的 我告诉你 躺着的话 更难发火 所以躺着 发火比较少 坐着发火 比较少 站的是最容易发火 所以你去看 吵架的人 躺在床上 如果吵架了 很快他就爬起来了 如果一个人跟别人 坐着吵架 他很快就站起来了 所以你要了解 菩萨让我们念声 就是你要分别 自己的身体 在干什么 所以很多人 自己身体 做出来的行为 自己不知道 就像一个小偷 他是一个罐偷 他看见东西 他就要拿 他已经不知道 自己在偷东西 就像很多人 看见异性 他就动 自都自制不住了 不知道自己 为什么会这样 那这个就是要经常念声 念声里边还有内念声 外念声 内外念声 什么意思啊 你要看外面 我今天这个脚 怎么这么走路啊 很难看的 我今天 为什么这个手 没地方放了 这叫外念声 那么内念声呢 哎呀 好丢脸啊 哎呦 我这个事情很丢脸啊 哎呀 我这个身体 不能去做这种动作 做出这种动作 人家会看不起我的 内念声 那么还有内外念声 心里动了 哎呦 心不能动 哎呀 心一动 手脚要乱动了 那么可能会做出那些 无理知识 哎呀 不能动 不能动 那就是内外念声